北韓日前声称北韩是问题和伊朗是问题完全不同 北韩驻中国大使慈在龙 星期二驻北京大使馆内 罕见地举行一次记者会 向外界解释北韩发展核武器的立场 慈在龙在记者会上说 北韩的情况和伊朗完全不同 他说无论名义还是现实 北韩也是一个核国家 他说作为一个核国家 北韩的核计划符合国家利益 北韩政府对他们核计划最新表态之制 美国特斯塞纳星期二抵达北京 推动北韩核问题六方会订 之前一日塞纳在首尔表示 美国准备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同样方式 与平壤进行对话 不过北韩驻华大使星期一隔空回话表示 北韩无意参加目的在于单方面冻结 或者放弃北韩核计划的任何对话 池在龙在记者会上多次直接提到美国 他说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对北韩的政策 北韩就不会改变他们的核武部队任务 他又指责美国将核武部队部署在南韩 将南韩变成最大的前哨核基地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报